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否认的是 婚姻幸福与否跟婆媳关系有很大的联系 已经结婚的人对这种问题感触颇深 因为他们亲身感受过婆媳关系对婚姻的影响 还没结婚的人虽然可能想不到那么长远 但无法否认这种问题的存在 既然免不了都要去经历一番 那就不如早一点做好准备 以免结婚后遇到了婆媳矛盾之时 手足无措 朋友小兰说 如果不是我老公提前有准备 婚后遇到婆媳矛盾了 我真的会手足无措 虽然她应该早一点跟我聊聊相关的问题 但从结果来看 她没跟我聊也不错 因为她自己可以管住婆婆 她老公阿乐是个聪明人 知道爱妻子的其中一个证据是护妻 也知道自己应该在婆媳之间扮演什么角色 所以才会在婆婆找麻烦的时候 用她提前准备好的策略来应对 这样做虽然很好 但更好的办法是小兰说的 两个人一起做规划 提前想好应对婆媳矛盾的策略 这样能起到更好的效果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阿乐自己把婚后的生活规划好 提前想好应对婆媳矛盾的策略 也是她真爱小兰的证据 在她看来 自己能够承担的事情 自己能够解决的问题 就没必要麻烦妻子 她在很多方面都是这样做的 小兰说 他们恋爱期间有很多事还没等她开口 阿乐就已经想到了 那时候我就觉得 能跟一个想我所想的男人在一起 真的很幸福 他们结婚后出现的婆媳矛盾是有关钱的问题 自从婆婆知道小兰有钱之后 自从她知道小兰的工资比阿乐高以后 就总是以各种借口要钱 每一次阿乐都拦在前面自讨咬包 还谎称是小兰的钱 后来不知道婆婆是不是发现了 就开始问小兰要钱 而且一张口就是几十万 还想让小兰给小叔子买房 小兰选择拒拒绝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原因是她不认为自己有义务给小叔子买房 而且她知道婆家还没有穷到 没钱让儿子结婚的地步 更关键的是 当初她跟阿乐结婚 没花婆家一分钱 等于说婆婆只需要把钱留给小儿子就好 没理由再问其他人要钱 原因二是 她虽然有钱 但是她的每一笔钱都有用处 比如房贷 保险 每个月固定的花销 她的钱都留得刚好够数 如果把钱给了婆婆 自己的生活就会出现一个大洞 她不确定自己有能力把那个大洞补上 因为未来还能否赚钱 谁也说不好 结果被拒绝以后 婆婆跟她大吵一架 还跑去跟阿乐告状 说 你媳妇有钱 凭啥不给小叔子买房 阿乐反问她 我媳妇凭啥给小叔子买房 一来她没有这个义务 二来呢 小叔子不是她儿子 反过来叫 小叔子是你儿子 真正有义务给她买房结婚的人 是你 我媳妇有钱 就活该被算计嘛 你手里也有钱 如果我媳妇凭空问你要几十万 你会给吗 如果你觉得儿媳有钱 就活该被婆婆算计的话 那我马上就跟她离婚 到时候她不是你儿媳了 我看你还算计什么 婆婆不相信儿子会离婚 觉得阿乐只是在吓唬她 于是就继续折腾 还说不给钱 就赖在他们家不走 让她没想到的是 阿乐真的跟小岚离婚了 婆婆知道以后 顿时傻眼了 阿乐此时故意表现出 一副很生气的样子 还扬言要终身不娶 以后也不会尽孝 她说 你不让我好过 你也别想好过 经过这一番折腾 她母亲终于认输了 又是劝阿乐找小岚复婚 又是自己出面 跟小岚道歉 他们两个在这种情况下 复婚了 之后就再也没有婆媳矛盾了 阿乐事后总结说 搞定她母亲这样的中年女人 必须要折腾她一下 这样才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男人不能只是知道 自己需要化解婆媳矛盾 更重要的是 要有手段 要懂得抓住犯错那一方的弱点 单讲婆媳矛盾的话 不管是婆婆的错 还是儿媳的错 对于男人来说 都必须把犯错的那个人搞定才行 具体怎么搞定 就牵扯到阿乐说的手段问题了 不管是搞定儿媳 还是搞定婆婆 对于这个年龄段的女人来说 她们活得都很现实 也必定会有弱点 会有一怕 只要抓住她们的弱点 就可以搞定 比如阿乐当时的做法 她选择跟小岚假离婚 让婆婆意识到 是她拆散了儿子的婚姻 儿子对她有气 从今以后不想管她 她害怕这样的事情发生 所以不得已调整了自己 从她示弱的那一刻起 就被搞定了 如果是儿媳有问题 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搞定 适当地吓她一下 她不想让最坏的结果发生 就不会再没事找事了 当然 上面所讲的这些 搞定一个中年女人的手段 应该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进行 只要你的做法合理 就能起到你想要的效果 就能达到你想要的目的 但如果你的做法不合理 搞定一个人是为了欺负她 可能暂时会起到效果 但不会长久 对方损失过大的话 不顾自己的弱点 跟你鱼死网破 那么损失的 就是你自己了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这个视频 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如果觉得对你有用 别忘了给小红点个赞 或分享给身边的人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留言讨论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